今日我们会向中央用书面 即时反映香港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和顾虑 第二就是关于香港和内地方面的通报机制 昨天中央复行给我们启动了双方的商讨 律政司司长、保安局局长、处理警务处处长 入境事务处处长和开关关长 明早前往北京和公安部、国务院、港澳办等有关部门会面 进一步完善通报机制进行初阶段的磋商 在北京期间香港的警方会拼取内地有关的部门 关于林荣基案有关情况的通报 以及在内地今年3月14号大铺找换店 夹杀案疑犯被捕情况的通报 这个通报机制在行使了十几年之后 有一个全面的和深入的检讨的必要 我们希望能够全面地和内地有关部门进行这个检讨 所以现阶段我们不排除任何检讨的议题 至于我们那个初伤的进展点 当然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些识果 至少是一些阶段性的识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